嗨,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陈敏老师 那么在未来,我们的包括实体课程,包括视讯寒寿课程 由我来跟各位教授公共政策这一门课目 那么公共政策这一门课目呢 这个在行政类科里面就是有两个类科 其实应该说更多类科 主要类科是一般行政跟民政 会考公共政策 那其实还有什么,像客家事务行政 像这个所谓的绩效审计 这个虽然报考人数也许少一点 但其实都会考公测 那公共政策这个科目在我们行政类科也相当重要 它这个考科在高考里面 所以在高考啊,高考或者是各样特考的三级考试以上 我们都要考公测 那公共政策这一门科目 它在准备上,以我教学二十几年的经验来说 我常常会在课堂上第一堂我就跟学生说 说什么呢,它其实是很容易拿分的一个科目 相对容易拿分 它可以这个,它的题型很明确 就是四个生论题 绝对多数的考试 大概十次的国考里面有九次 大概都是四题生论 那大概比较少数比例的一次 也许会有三题生论 然后另外一题是解释名词 大概是这样 所以公测这个考试科目 它在命题的题型上 会有这个特色 有时候它会用解释名词 有一个大题 那最多是五小题 那一般会有三到五题 然后五小题 那多数时候是五小题 居多 那有时候可能只出三个题目 那它的特征是 如果考解释名词 它会用这个英文来命题 英文 所以听清楚了 所以我们在准备的时候 就要针对这个解释名词 要注意一下 那我等一下一一来说明 我们在准备上的一个不同的方式 好,那么我们知道考课的重要性以后 就是说它占100分 那行政、民政 然后客家事务行政 绩效审计这些要考 对不对 那它呢 一样要占100分 但是它的教材内容相对就不会太多 所以老师有教授另外一个科目 叫行政学 行政学的厚度大致是这么厚 你看清楚老师的手 大概有这么厚 但是你的公共政策的教材厚度 大概只有一半 只需要一半左右的厚度 然后呢 它的材料不够 不是太多 然后却一样是占100分 然后你只要准备四个胜论题 所以它其实准备起来我认为相对容易多了 好,那么在准备上我认为拿分相对容易 所以怎么做呢 所以平常我在课程设计上会给你强调几个重点 首先第一个 公共政策它就是一个为什么好拿分或好准备呢 既然叫公共政策 所以以国内的考试来说 它的习惯就是用所谓的政策制定过程 这个方式来命题 所以学公共政策你一定会学到 或者是会去背诵一个五阶段论 五阶段论的政策制定过程 这个五阶段论我们分别叫做 问题认定 政策规划 政策合法化 政策执行 政策评估 就是五阶段论 就是国内的教材编辑方式 也喜欢用五阶段论来编 所以考公共政策 无非就是从这五阶段 当然不限制只在这五阶段 但百分之八到九十的题材 大概命题的时候 大概都是问这五大阶段 所以我们这五大阶段 把它弄手 我再把它念一遍 尤其如果你是初学者 没听过课程的同学 我们会看到有问题认定 就是怎么样去认定问题 诊断公共政策的问题 诊断政策问题 问题要先做诊断 再来就是要做规划方案 政策规划 规划方案完成之后呢 我们国内的教科书 喜欢加一个环节 叫合法化 到国会去进行 合法化删读的过程 有哪些的手段啊 策略啊 然后合法化完成之后 当然就要付诸执行 那个叫政策执行 那执行完毕 必须要进行评估 政策评估 所以有五个阶段 所以你念公共政策 有一个明确的架构跟方向 只要你能把这个五阶段论 的内容都弄手了 大概四个升论题里面 再不计你都有三题可以命中 有三题可以把握 那你知道的 国考每个科目是100分 那四个升论题 如果有三题 你是相对熟悉 可以有把握 可以写得好的 其实你离上榜就非常近了 因为如果三题都会写 四题有三题可以答得很好 三题就不算75分 那以考上的总分平均来说 大概都在60分附近 那你能考到75分 那就表示你已经高标了 好吗 所以我一开始想要提醒你 就是说 你呢 准备公共政策要好好把握 因为它题材少 跟其他科目比起来 它的材料不多 然后呢 命题方向明确 然后这个提醒也单纯 就是升论题为主 偶尔会有解释名词 好 那既然有升论题 有可能有解释名词 所以我在课程设计上 一定会把每个单元 尤其按照这个五阶段 按照这个五个政策 制定过程的五阶段 我们按照这个阶段顺序 会跟各位这个所谓的设计课程 所以这个按照这个阶段 一步一步跟各位介绍课程内容 然后我会在每一个阶段 或每一个单元 详细的在我们的版书上面 列式帮你画那个所谓的塑形图 帮你做架构跟考点的分析整理 告诉你这个单元 有哪些题目是长长命题 甚至有少数题目 是不断不断的重复命题的 那这一部分我们就要怎样 就要特别小心 所以那就是生论题的材料 好那除了生论题的材料以后 我们不是讲有可能 不是长长 但有可能考一个大题 叫解释名词 也就是公共政策许多专有名词 那你要考这些专有名词 我们的国考习惯是用英文来命题 故意写英文 当然偶尔会给中文 但多数时候你要用 他会用英文命题的心情来准备 所以老师在授课过程当中 就会提醒各位什么 哎呀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那这个专有名词 在往年还蛮有机会出题的 我都会标示出来 都会提醒你 所以我要先教你说 先认得英文 接着我们再谈中文意义是什么 因为他要用英文命题 你不认得英文就什么都白说了 所以那我在公共政策的教材的编辑上 有针对这个解释名词这个大体 每一章节后面都会有一个专门单元 跟各位来整理 也就是说在我 你未来上我的课 我们的那个手边的中文教科书教材 要使用的教材里面 我们会有什么呢 会有这个所谓的 每一章都有一个专门的段落 就是在讲公共政策的专有名词 所以该章节 该单元有什么重要的专有名词 我每一这个单元后面 都有一个专门的教材部分 回答你说 这个单元这个段落 有什么重要的解释名词 也就是专有名词 那我的编辑方式就是 先写英文再写中文翻译 就是我要提醒各位 那个英文一定要认得 因为他考试会用英文来命题 这个是针对生论题跟解释名词 我们在这个课程设计 还有教材编辑上 我们已经都做了交代 好不好 那最后就是说 那毕竟社会学科 社会科学这些科目 有好多材料需要你去记 需要你去背 所以需要记 需要背的生论题怎么办 责民老师会设计一个很好背 很好记的口诀 我会设计一些口诀 然后让你在这个特定段落上 标题一大大一大 标题好多 然后呢会让你有一个方向 可以很好背 你放心 不用怕说 老师其实你上课我是听得懂了 可是要我写 我就是写不出来 我写不完整 这是考生的通病 那针对这一点 我们的教学经验这么丰富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知道你的那个难处 或痛处是什么 所以老师呢 就会针对你 常常记不住背不起来的地方 我就会怎样 就会叫你能背上一些口诀 所以我会设计口诀给你看 然后你在记忆上 在背诵上 就不会有什么困难 只要你愿意念 一定记得住 肯定没问题 好所以这个公共证则这个课程 我希望最后能够再跟你强调一下下 就是它是一个怎样 是一个很好取分 而且容易拿高分的课目 题型单纯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而且特定单元 常常怎样 常常命题的题目 很熟悉 很常见 这个都在我第一堂课 就会根据那个考选部所公布的 命题大纲 都会跟你告诉你说 根据命题大纲 每一个单元 大概有哪些重要考点 而且某些考点是不断重复出题的 那我在上课时 当然就会特别强调 告诉你 这个一定要背起来 怎么背 我会教你怎么背 就这样 所以我很期待 未来我们在 不管是实体课程 还是视讯寒寿课程 可以跟各位一起来 好好的学习 共同整整 那你需要准备 就是说 教材准备好 有一个认真的态度准备好 然后有想要考上的决心准备好 就这样 然后好好的跟着我的课 那你自然的就水到渠成 然后当然一定要认真 不够认真 那一定考不上 因为那么多考生 如果不认真是肯定考不上 认真都有机会 如果不认真连机会都没有 这是你应该都懂的 所以我们希望 未来很快的 老师有机会在课堂上跟你见面 那也希望各位能够跟着我的脚步好好学习 然后在最短的速度里面 怎样 能够金榜提名 我们期待 很快的在课程跟各位相见 期待